在紐約花大錢住客戶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 相當於台幣就是四萬 有房東可能說不用收膽包費或是什麼 他們有這個乾你吃吃那都是違法的 不要省少錢花大錢 我們要拍的是紐約早房的下集 剛剛在上集的時候我們聊了很多紐約租房的小知識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更多有關於房子的更細節的東西 我今天想要請教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房型有這麼多種 那你可以幫我介紹一下紐約的大概房子分類有於哪些呢 我們在紐約廚房最常看到分成三種 第一個是Studio 第二個是1BB 第三個是2B2B 預算比較高的人就是選擇Food Studio 就代表說是一個Living room或Bedroom 然後在一個Kitchen這樣的空間 這是最貴的房型 如果是以曼島來講的話 現在的價格可能都要來到4000左右了 如果是LIC的話可能是差不多3000到3000 快點到39000 接下來就是1BB 差不多也是到如果是曼島的話大概是5000左右 LIC就是退個等級大概是4500左右 我們通常就是會兩個人一起住 然後會在客廳隔斷 對 客廳隔斷意思就是 就是在客廳加一個類似書櫃場的東西 讓它形成一個房間 這樣兩個人一起住的話 那一個人就分開的話是2000或2000 然後第三種就是很多學生常常會住的 就是這2B的房型 對 2B的話差不多價格 在LIC的話可能是5000到5500左右 對 那客廳如果有住人的話 這樣其實一個人差不多就是1500 當然主臥、私臥跟客廳是有不同的價格分布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對於客廳的人來說其實它的負擔會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要是要拚試用的話其實2B是最常見的這種類型 對 了解 我剛剛聽到的客廳房 我剛來的時候我聽到客廳房這件事情絕對很不可思議 因為客廳房感覺就是你是過客 我只是來睡你家客廳而已 在這邊的話這客廳房的文化是什麼 對 在紐約花大錢住客廳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事情 對 我那時候出來找到紐約 我覺得我為什麼要花 就是在台灣我相對好像已經可以租到一個小套房的預算 然後來住紐約的客廳 對 那紐約客廳最便宜起跳 就是也是在LIC的話也是要1400、1500左右 對 相當於台幣就是1400 另外的好處也是說 其實它空間其實比較大 一般外國人的客廳會比較大 因為通常他們會比較喜歡就是Social 他們比較不會單在房間裡面 所以一般他們在客廳的設計算比較大 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空間大 然後你預算可能又有限制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住客廳是非常好的選擇 再來就是說 找房 因為像在台灣我就是上午久一直看房 然後就看房間之後自己聯繫那個房間 那在紐約這邊有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那就是仲介在這邊的話 它需要一定要中間在看房嗎 或說我可以自己找呢 那仲介在這裡拜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如果你人不在這裡的話 你最好是請你有經驗的中間 能不能帶看房 或是介紹有關這邊的區域啊 大樓的資訊會比較好 對 因為你自己上午找其實還蠻沒有效率的 因為有些房可能就是你沒有收入 然後也沒有credit 更換你沒有來過紐約 其實你根本不適合金房的資格 對 所以有經驗的中間幫你 就是快速的過濾 適合你的房間的時間 能夠幫你省很多事情的房間 通常你業界的話 大概收取什麼樣的中間費是合理的 基本上我們都是收一個月 大樓的中間費 因為我們不可能只推給你一套房 我們一定會推給你很多套房 讓你自己綜合比較一下 說哪個是最適合你的 甚至是幫你們和室友提供這些服務 所以其實這是個很長期的過程 了解 之前有學生他問我 他就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有時候接觸到一些中間 他是不跟他收取中間費的 這個差別在哪邊 因為如果不跟你收取中間費的話 通常是由大樓去支付中間費 當然這是好處嘛 能夠幫你省掉中間費 對 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但是同時也會有些發現 就是畢竟他是收取大樓的錢 所以他可能就會引力一些 其實很重要的資訊 比如說這個肩膀的朝向 可能是有點像不足的 或是旁邊有的施工 對 那他可能弱化了這些很重要的部分 就只放在好處的部分 然後來推薦你房源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家一定要不要省小錢花大錢 那再來就說除了中間費之外 我還有看到一些費用 譬如說像什麼 擔保費啊 隔斷費啊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費用 擔保費這件事情 就是說有很多 就是沒有工作 或者是沒有Social Credit的學生 那他出來站到這邊 畢竟紐約這邊租房就是需要擔保人 或者是需要有人可以為你做報嗎 對 因為人家根本不熟你的背景 對 為什麼要租給你一個外國人 所以他們就想說提供一個比較彈性的方法 就是可以有擔保公司 保險公司這種設立這樣子的公司 然後可以讓我學生能夠跟他購買 是租房保險 喔 對 然後這個第三方擔保公司 就可以當你的擔保人 對 然後你就是需要付他一次性的費用 差不多是一個月房付的糾摺 左右 然後他就可以替你下大樓住房 你要想買的這個東西 你才有租房的資格 OK 所以那種保險 發講就是租房保險的概念 租房保險的概念 那你知道一次性付完 然後你才會有第三方擔保公司 當你的擔保人 他是一年一次的 喔一年一次 所以如果要蓄餓的話 那你就要佔個錢 但如果你要換到其他地方一次一樣 就是你要重新讓他去鋪 賺那個幫你的費用 那隔斷費呢 隔斷費就是說 如果你是住客廳的人 對 然後我們就是要多有書櫃場 那那個費用通常就是 看你的這個要隔斷的長度 大概是100美金左右 所以假如你這個客廳是 我們說15尺好了 那你就是大概1500美金 對 那這個費用 會是由就是室友們 通常也是大家會分開的 所以是租的房型是有客廳房 才需要這個費用 對 OK 感覺加加種種寫 好像就只有我們在網站上面 看那個金額而已 還有包括譬如說 擔保費啊 不斷費這些費用 所以大家如果在住宝的時候 發現金額一直跌架上去 不要太驚訝 我們現在講這一期的話 就主要是讓大家了解說 除了租金之外 還有沒有哪些去額外的費用 這都在紐約都是正常的 其實我還蠻驚訝說 有很多客戶都不知道 需要付單保金這些事情 就是如果你碰到 有房間可能說 不用收單保費或是什麼 他們有這個概念 其實那都是違法的 其實你沒有的話 反應的資格的話 這都是有風險的方言 那再來就是說 流行在租屋的期間啊 是常常可能會遇到說 房子會有些問題啊 因為可能真的要租進去之後 才會真的有問題發生 那這些東西呢 是應該跟屋主 還是跟管理大樓 還是跟像中間反應呢 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學生出來的紮道 如果你要租的是 這種Rental Pinting的話 那裡面通常都是有Management的 那Management它下面 在管理這棟大樓 就會有一些Super 或者是Handy Man 只要你住的那個房子裡面 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你都可以下場的反應 他們基本上按照我的經驗 很快就會來處理 那如果你自己跑去租一些 就是可能私人房東的那種房源 那可能它也沒有這種 比較有系統的管理方式 房東要自己在叫人 可能就要等好幾天 了解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是比較搞紅色的做法 所以我會覺得說 第一年來求學 你當然是希望自己不要這麼辛苦 你只要運出學校課 也很好管理 雜細雜吧 還要call房東來修衣 對對 那個肯定是讓你非常累 所以我會建議你之前 住這種有管理的Rental Pinting 會比較好 沒錯 那如果說萬一我真的是 不信賽 然後遇到一個不好的 不業管告大樓 那我應該要怎麼去 新求申訴管道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說 在你入住之前 你要先買一個 租房保險 這是有比如剛剛擔保 建議的東西 大家很容易會告會 但它主要就是 用途是在於說 如果發生了像我剛剛 像水災 甚至是火災 然後裡面大樓 東西又燒掉或什麼 那也是不用去賠錢 一切都會有這個保險公司來處理 OK 對甚至理賠也是 一個月差不多就是 幾十塊 其實非常的便宜 對啊很便宜 然後也會讓你在租房 不確定心中 就是獲得比較大的保障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問你看過這麼多美国的房子 那這個在租房的小 為什麼小派都可以 遇用到你一大家 比如說 怎麼樣去找到一個 治安好的地方 然後或是什麼時間 一點點看法會比較好 對我覺得治安就是首要 大家必須要做購客的地方 假如你有了很喜歡的大樓 那我會建議就是 就很直覺的嘛 你就直接上Google 然後你去搜尋說 自動大樓 他有沒有之前有一些行為之類的 看他的整體評價怎麼樣 你還可以就是上 New York City高分門的一些網站 他們都會有不同區域的 治安的評鑑的一些報告 或者是相對的安全持續的分析圖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你自己也要 上網去research這些 這些批評這樣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問選長姐 請他們推薦出來 他們一般會是住哪裡 或是住哪幾棟 然後他自己住起來就一樣 對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在租屋前 可以支持到他們附近啊 一個下午走來走去啊 看一下他們的Nipperhood 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全 一時看可以看得出來 那有沒有什麼時間點去看網站 因為像台灣的話就說什麼 早上看一次晚上看一次 然後下雨看一次之類的 其實這邊大樓沒辦法讓你看到多次 因為他看網的人非常多 真的喔 對 所以就是 你基本上會建議 就是百天去看一次長一鍋 最主要就是看他的餐廳 對 還有就是他長不長而已 了解 Win也給我們介紹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謝謝我們的Win OK今天呢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那我是Kendy先生 我是專門做GMAGI S&E的 留學相關的解締技巧 然後還有一些 碩士的一些課程的諮詢 那如果說假設 你有相關問題都可以詮摸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按讚並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OK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